十一年前有一個案子 這個是真實的 而且法院也判決了 當時也是很轟動 就是十一年前那時候 威力財跟這次一樣 就是累積很多 很多起共沽 然後那一起頭講到9.2億 然後那時候就是有一對夫妻 他原本 他原本是開財券行 他又開財券行的關係 就跟一個客人就很熟 因為常去他那下注 然後後來變朋友 那後來這個台商 因為他要去中國大陸發展 那就常常不在台灣 但是因為都已經跟這個 開財券行這個老闆的夫妻很熟 後來雖然他們已經沒有開財券行 但是都會拖他說 比如說我拖你多少錢 然後你幫我買 結果那一年剛好就是投獎高 所以他要去中國大陸之前 拿了兩千塊 然後寄放給這個 以前開頭亂的這一對夫妻說 你再幫我買 結果後來他先是發簡訊給他 跟他講說你幫我買兩柱號碼 然後買五期就花一千塊 然後結果都沒有中 然後後來因為不是還有剩一千塊嗎 然後他就再買三期 跟那個先生說你再幫我買三期 一樣的號碼 然後結果那三期的第一期 當天晚上就中到九點二億的投獎 那個台商知道自己中獎 也害怕說這對夫妻會不會把我這獎金 吞了 因為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去領彩券的時候 是認券不認人 那彩券不在我手上 在那對夫妻手上 所以他其實也很聰明 他就當天馬上打電話 從中國大陸打電話給這對夫妻 而且錄音 錄音 而且錄音 然後就一直跟他確認說 我有中 中多少 然後十幾通電話這樣錄音 然後有錄到那個先生跟他講說 我要吃紅 我要吃紅 這一句話就關鍵了 後來這個台商回來之後 然後這一對夫妻果然必不見面 就是找不到他們 然後就必不見面 然後結果是 他們去把這個彩金對領了 扣掉稅金之後 七億多先生把它存在 老婆的賬戶裡面 那這下怎麼辦 要不到錢對不對 那當然這台商不爽 當然就提告了 對 那提告 後來這個太太就辯稱說 她沒有把這個 就是這個台商委託的錢 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跟她先生講 是她先生自己 照著這個號碼去買的 他是這樣辯稱 但是後來這個真的鐵證如山 後來法院法官 是把他用侵占罪把他判刑 兩個夫妻都判三年多 對 侵占罪這樣很重 對 然後他那個獎金 那個銀行帳戶就把它給凍結 就不讓他領 不讓他領出來 對 活該 對 那後來那個人有 就是那個台商有拿到錢嗎 當然後來就拿到錢了 而且聽說那一對 那分紅就不需要給他了 當然 就會失禍了 早知道吃紅就好了 所以常常講就是說 真的不要考驗人性 人性真的經不起考驗 看到這麼多錢 不會想要吃紅 結果他就把他毒吞了 就把他吞下來了